好 这里是阿拉Radio中文流行王理财生活通 我是夏韵芬 好 一开始先跟大家来报告一下我们今天的节目 我们今天节目会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这是一本好书 然后我觉得也解决了或者是告诉我们某些的问题 过去其实我常常也有看过类似的报道 不过并没有把它像科学化或者是做一个收纳跟整理 那今天在节目上半段会跟大家来聊聊 电磁波的确会影响到我们的失眠跟我们的自律神经 所以到底有没有办法可以创造塑造一下我们健康的法则呢 那第一个当然要远离这个室内这个电磁波 你说通通远离那当然不太可能的一件事情啊 因为这本书里面还有做一个测验 我权重 我权重 第一个呢我这个这个我的床部旁边 那当然就是一个矮桌子 这个桌子就上面就放一个充电线 就充我的手机 而且常常也充整夜的 然后你再看对面 对面的就是我最喜欢的大电视了 所以这些其实都造成了我们可能睡眠品质不太好 又或者可能也会引起一些慢性病的一个困扰跟问题 我们今天会请到专业的医师啊 他是精神科的主治医师 然后他跟我们来分享一下他自己怎么样来这个远离室内的电磁波 然后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哎你要去放电一下 你要去让你的这个身体呢能够一步一步的打造这个健康的空间 待会探讨 好在我们下半段的节目当中 哎我们今天都跟健康有关了 这真的很重要了 可能大家会很关注啊 因为我们最近看到一个新闻 就是有一位非常年轻的这个女士啊 她才30岁 那她经常这个爬山啊 做运动 可是她渐渐的时候 她有中度的脂肪肝 那么这引起了很多人的一个讨论 后来我们看到资料当中啊 大概每三个人就有一个这个脂肪肝 好 那一般人都会觉得我很瘦啊 怎么会有脂肪肝 好 所以今天会请到专家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脂肪肝的一个成因 因为我自己也有一点 所以我也很关心这个议题 那我们今天就用这个健康的一个方法 那么来跟大家做一个分享 也希望大家都能够改变一下 自己的做习的一个习惯啊 然后呢 能够创造对自己身体有利的一个环境 然后呢 知道自己啊 比方说我很瘦啦 我很爬山啦 我做做做运动啦 可是如果你仔细看的话 你仔细看 他当然有他的问题了 就是他其实每一天都要喝一杯手摇引 然后他也都是吃这个外卖 所以你觉得他很瘦 这不是一个很重要的指标 那你说脂肪肝有什么好怕的 就多一点 这个肝 然后包了油嘛 我们也常常吃额肝压肝啊 油滋滋的啊 不要小看啦 因为这个脂肪肝有时候真的会变这个肝癌的啦 那今天有很多人很关心说 哎那我多吃素 那会不会有脂肪肝的问题 我们待会请到专业的 这个医师 那么跟大家来做一个探讨 好 这个是今天帮大家安排的节目 我很期待 也请大家跟我一起期待一下下楼 好 我们最近哈 就是要 关心一下啦 台北的这个电脑展 这个梦幻秀啦 说实在的股市在相对高档 那么市场关注的一个题材 那现在聚焦都是台北电脑展 这真的是一个梦幻秀 好 那有黄仁虚啊 苏之锋啊 这个基辛格人气是爆棚的 好 爆棚的 那冒写也这个出来讲说 哎 这个是史上最多CEO参与的一个盛会 那毕竟啊 这个AI已经开始来塑造未来人类的一切了 那么在AI的发展过来城当中 台湾当然是最关键的国家之一啦 所以外贸协会每次办这个台北国际电脑展 Computest 说实在 已经是全球最重要 而且最关键的产品发展平台了 所以我们也看到这一次半导体 这个这个我们刚讲过了三个巨头 来力挺这个供应链 甚至有人说没有这些供应链 那么哪有办法去打造这个AI的一个未来啊 所以现在题材都在关心说 哎 这三个人内容要讲什么 哦 他又去参观哪些公司啊 然后每一个公司都都都都像这一个 这些半导体大巨头泡妹眼 要不要来吃个饭 或者来这个参观一下 这都会让市场的题材那么变得比较热一点啦 所以我们当然最近也要关注一下 关注一下啦 那这个到底好这个AI那个教父 那么他的一个到哪里去了 他说了什么话 对市场有什么样的一个影响 好今天的本日之最呢 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什么呢 是因为美国啊 他限制中国要取得这个高阶的晶片 所以中国企业当然就要突破这个围堵嘛 所以他想方设法的 就要赶快取得回答的晶片嘛 晶片嘛 那现在已经有一个被列入实体清单 中国最大AI公司啊 这个汤科 这个商汤科技 那么这个商汤科技呢 他在过去十年之内啊 他就采购了四万个灰达的晶片 好 那中国其实在人工智慧的运算能力当中 其实还是短缺的 他跟美国的差距 大概有人讲说还有十倍 但是说中国其实不缺人才跟数据 所以国产的晶片说实在的也在快速的追赶当中啦 那亚洲AI运算这个来源 好 那明显是是是落后美国的 但亚洲说实在的不缺数据 也不缺 人才 也不缺人才啦 那所以也有人这个预估啊 中国落后美国一年 那也有人说预估是落后三年 但也有一些市场的分析师认为啊 这中国的劣势不会是永久的 不会是永久的 好 这也就是谁能够取得AI技术 谁可以得天下 这样的概念 百分百 好 欢迎来理财生活通 跟大家分享一些财经消费的新闻啦 好 我们刚有跟大家来做一个分享 这个健康真的是很重要的 对 最近当然我也碰到非常多健康的问题 我自己的好朋友 对 不管是本人又或者是最爱的人 在健康上出了问题 这都造成家人非常大的一个痛苦 所以呢 我们就会希望自己能够把自己的身体照顾好 那待会会跟大家来探讨一下脂肪肝的问题 因为脂肪肝 说实在的 我其实有一点这个脂肪肝的问题啦 那那时候我都会觉得是自己爱吃 爱吃 但后来医生也有不同的一个解读啦 就是说 有一些是遗传性的 有一些是你爱喝这个含糖的饮料 又或者是你酒做 所以当我知道我酒做不行的时候 我就开始运动了 那另外还有一种是这个酒精性的脂肪肝 或者是非酒精性的这个脂肪肝啦 那如果说你本来就有高血压 高血糖 然后高血脂的话 你在吃的东西当中 你当然要留意一下 那另外就是我们刚刚有跟大家分享嘛 年轻的女孩的身材维持的很好 那怎么也会有这个脂肪肝的问题啊 所以医生也提醒大家 就是说脂肪肝当然不会造成一个永久性的一个伤害 你可以在初期发现的时候 先改变饮食习惯 最好是低脂 低糖 然后呢 你要运动啊 要好的做习啊 如果你还年轻 如果你现在知道开始动 其实一般医生都会认为 你可以逆转这个脂肪肝的问题 但如果你不逆转的话 哇这个脂肪肝变肝癌 在我们统计的资料当中 卫福部的统计资料当中 就会有万分之三的风险 其实这个万分之三 你说万分之一都不行 不行 那现在就要留意一下自己身体的健康 好我们来看到身体健康之外 心情也要美丽 这很重要 我们来看到大陆 那么大陆呢 现在呢在种香蕉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认为种香蕉可以输压 为什么 因为呢 他们认为蕉就是香蕉的蕉嘛 他们就会写禁止焦绿 就是不要焦绿 那年轻人都非常非常的一个喜欢啊 那他们把一些苹果蕉啦 或者是小米蕉 就是比较小的香蕉啦 然后把它装点成绿色的植物 那因为焦跟焦绿的焦是有同音字嘛 所以禁止焦绿 意思也就是说 让自己的生活不要有那么多的一个焦绿 所以在办公室里面大家都在种香蕉了 然后呢 说实在的 他年轻人也蛮有趣的 好 种香蕉一来看起来呢 就觉得舒服 绿色的 第二个 你觉得朋友跟你一样 你也觉得有很大的话题 第三个 那如果香蕉变黄了怎么办呢 简单 直接吃掉 好 你看是不是又环保 这个又好呢 你一手照顾的这个香蕉 然后等它长大了 熟了 你就把它吃掉了 然后呢 你接下来这一周 你再买一个 好 好 所以那个焦绿 预约单 然后呢 他们就会在这个香蕉旁边 写下自己的名字 然后熟了 就会提醒自己说 哎 赶快来 来 来 来收割啦 好 现在香蕉是拒绝焦虑 有人种小番茄 他们说要薪水翻翻 好 那要种小南瓜 他们期待的谐音是万事不难 南瓜的难 所以年轻人其实有一些梗的 那当然有让这些蔬菜 有全新的感受跟全新的灵魂嘛 而且说实在的 你自己种种菜 种种花 那感觉其实是舒服的 是舒服的 你会觉得很有成就感的 好 另外呢 我们来看一看 就是现在都是九年级 这个新鲜人要开始求职了 那么有高达94%的毕业生 要打算先就业 其实我也蛮鼓励 先就业的 他们就积极的找工作 像我教大学的学生大四了嘛 那其实一从学习一开始 我就逼他们说 你一定要这个找工作了 那你找工作 投了哪些履历 碰到什么样的问题 我们都可以来讨论一下 那说实在 求职当然有早鸟族啊 对不对 你如果比别人优秀 你又比别人这个节族先登 对不对 你当然是有优势 先行者都有一些优势的 可是大部分年轻人都会说 我先休息一下 我先壮游一下 我太累了 我要先休息 你以后才会知道说 其实这个念书的时候 还是最轻松的时候 你工作了 你哪有时间去休息的了 好 那当然呢 现在也看到求职的一个市场 看到消费者也 这个人潮也回流了 业绩也是反弹了 然后我觉得他们普遍的薪水都不错了 之前我们都讲说这个 23k 25k 28k 26k的 目前看起来 他们如果找传播相关的 或者是影音媒体的 就有图文的 又或者是找一些小编 行销销售 大概都有30k 30k左右了 我想这也可以印证 印证现在 这个资方愿意多花一点钱 那么来 这个 招揽 那个比较适合的员工了 当然我也听过很多的资方 跟我抱怨说 哎呦 这摇娃娃 这还要得交啊 现在年轻人也不好交啊 所以一来薪水要给高 福利要给好 环境要不错 然后呢 他们做一做以后 也就给你拜拜了 连传个 连讲都不讲 传个讯息 我说那毕竟是少数了 也不需要去 把它这个 当成是一件 就是你很生气的事情 因为你这样也会影响到 你在看其他年轻人的 一个眼光跟态度了 好 我们来看看 蛋价是走低的 那么买气还是很疲软的 那国内的鸡蛋的价格 是回稳的 可是鸡蛋的买气 是不如预期的 那么鸡蛋呢 创了两年的新低了 那其实以前呢 这个以过去的经验来讲 不是那个吗 要端午节吗 我不知道 每次在节庆的时候 那是鸭蛋 费用跟我说是鸭蛋 对是鸭蛋 对我都会觉得说 这个大节庆的时候 那采购都会增加 原来是鸭蛋 好 那鸡蛋呢 现在很便宜了 现在有一些农民 也开始减产了 那加上这个 禽流感的疫情 也比较平稳一点了 所以现在的鸡蛋 比较充裕 那业者也说要赶快 淘汰效率不佳的母鸡了 好一点半了 看看台股的表现了 台股今天要做怎么样的观察 后市有什么需要留意的地方 我们今天要连线的是 万宝投库的执行长 赖建成赖执行长 执行长请说 是的 我想昨天美国股市呢 出现比较明显的回档 最主要是 单拥通膨的一个数据 没有办法降温 同时呢 可能短期间降息的一个情况 也比较遥远一点 因此呢 最近美元转强 美国公債值率 呈现一个攀高 造成呢 昨天美股呢 出现涨多 比较明显的回档 稻熊指数跌了超过400点 而近期比较强势的费半指数 昨天也跌了1.85个百分点 纵使会拿来股价 继续走高 但是呢 其他科技股呢 都受到拖累的情况之下 台北股市今天 是以呈现跳空的模式 这个向下来呈现一个 开低震荡走低的格局 那从最近的筹码面表现呢 外资呢 在期限货方面 都稍微出现偏空 也可以从台币连续两天呢 都出现贬值 可以看出一些端倪 尤其是今天早上午盘呢 台币继续的贬 而且呈现爆量的 一个情况 外资是不是会出现 持续性的调节 也影响到台北股市呢 是否能够在这边 刹车出现指纹的一个讯号 当然呢 今天指数呢 走低的一个过程当中 一些重要的权重股呢 都比较弱 包括台积电 今天跌了19块钱 跌幅有2.2% 鸿海也跌了超过 2%的幅度 其他包括像日月光 跌幅有2.76% 加上很多电子下游的个股呢 普遍也都出现压回 再加上呢 中小型的个股呢 也出现一个回挡的情况 也造成呢 这个指数没有办法 呈现一个拉抬的情况 只有少部分的传产类股呢 今天有一些低阶的买盘 才做一个进驻 包括了货柜轮 以及呢 橡胶 食品 纺织 跟波导类股呢 今天是出现反弹 但是除了货柜轮以外呢 其他的传产类股 并没有办法 贡献一些比较多的指数 反倒呢 这个呈现一个 比较弱势的一个格局 因此呢 大盘指数呢 并没有办法在尾盘呢 出现一个比较像样的跌幅收敛 那期货目前还是呈现 继续落实的情况 跌了超过300点以上 所以呢 从技术面 筹码面的一个角度来看呢 今天跳空跌破之后呢 把五日线跟十日线 都给失守了 后面呢 我们得到观察呢 月线的一个支撑 目前月线在21,072点 这个位置点呢 是不是能够输现手稳 同时呢 4月10号的景线 是20,883点 同样这位置点 也是中长期呢 多头的一个 关键点 是不能来做一个失守的 万一失守的话 短期呢 压力就会比较大一点 毕竟呢 今天的一个跳空下缩的 短期间呢 指数要继续往上攻 可能困难度比较高一点 会陷入一个高档的整理 而且呢 准备要进入六月份了 五月份营收陆续的公告呢 也都会影响到 个别股的一些表现 同时呢 进入第二季的 最后一个月之后呢 一些是不是会有 内置的作战 继续的拉抬呢 都是观察焦点 当然呢 今天尾团呢 进一步有一些调节的卖压 当指数也收在相对的低点 中场加选指数是跌了298点 收在21364点 所以呢 明天的几线 还有月线的位置点 能不能收稳 这是短线上的一个关键 好 欢迎欢迎理财 生活通在我们今天这个单元当中呢 要跟大家来分享一本好书 也分享很多你不知道的概念 那我看完以后 我发现我很多都中了 所以我迫不及待的跟我听众朋友 来做一个分享了 刚节目一开始 我有讲过 很多的文章 过去我们都有涉略一二 但是没有把它系统化 整合化 或告诉我们该怎么做 今天一次就跟大家来讲清楚 说明白 而且请大家要身体力行了 好我们先欢迎一下 我们新北势力土城医院精神科的主治医师 他也是兼任的日间病房的主任 他也是讲师 他抬头很多 欢迎一下我们的杜俊贤 杜医师 杜医师好 好 主持人好 各位听众朋友 大家早安 好这个杜医师 你看了这本书叫小店大地 你做的书 然后我看了以后 我其实 是 惊吓万分 是 要不要收惊啊 要 谢谢 你现在不是正在帮我收惊吗 好 那我们要跟大家聊聊 您是专业的精神科医师 所以你怎么会去做那种电磁波的专家 我们待会跟大家解释电磁波 大家先不要急 这个过程是不是先跟大家聊一聊 好的 很简单 就是三个过程 一个是我本身 从小有失眠的症状 那后来因为透过接地气 还有减少电磁波 而得到完全的疗愈 就是失眠就消失了 第二个是从我的病人 我的精神科的病人 不管是住院的还是门诊的 他们很多的案例 很多的症状 然后我深入询问之后 发现除了情绪 或者人际压力之外 他还有更多的就是他的环境 尤其是睡眠的环境 充满了太多的电线 WiFi机或者手机就放很近 枕头边床边床头等等 然后他们的回馈 还有我教他的方法 有效之后 我就更加确定 我这个方法是对的 那第三个部分呢 应该是来自于我的一些亲朋好友 自身亲朋好友病人 然后还有就是其实病房 我们精神科病房 也是一个电磁波污染最低的环境 这个连骨科医师都不知道 他几天前我才跟他讲 他才说 他已经六七十岁 他才说 我现在才知道精神科里面没有插座 也不能用手机 所以其实我们的所谓的环境治疗 这个因素 在精神科病房里面 跟内外科病房最大的差异就是 我们病房里面病人的床边 完全没插座 那个电器也不能用 也不能充手机 手机也都没收的 就请家臣带回家 不可以用 所以有限无限一次搞定 降到最低量 但是一出院之后 回到家 又是回到原来的电磁波 很高强度的环境 所以我常常病人 出院不到一两个礼拜 又说 医生 我又睡不好了 可不可以帮我加药 对 我就是想问你 因为很多大人具有精神疾病的人 其实蛮多的 那一般来讲 医生就是对症下药 你没办法睡 我就给你开 还可以睡的 你焦虑 我就给你抗焦虑的 对 这叫对抗疗法 那你要是忧郁 我就让你能够精神稍微好一点 对 这种都是对抗疗法 但立即见效 所以你怎么会想到说 如果让大家 这个环境改善了以后 就能够达到一个 比较好的治疗方式呢 其实医师的价值 就是在于解决病人的问题 那其实 那不是开药的更简单 哪一天我们自己 或者我的家人 也会成为病人 对啊 所以同理心 对对 人同此心 心同此理 对对 己所不亦物私欲人 这个孔老夫子教我们的 其实就是说 我们医生的价值 还是要来根本解决问题 是 而不是表面的 短暂的快速的处理好而已 我们还是要长久之际 否则哪一天 这套方式一直下去 受害的是自己 或者你身边的人 甚至这些病人 没有得到医治 所以他开车在路上 骑车在路上 容易分心 容易晃神 是不是 毒驾 酒驾 药驾 这些问题 还有瞌睡驾 驾车驾车 哪一天都撞到你 或者你的亲人 都不知道哦 几率是很高的 那回过头来 我们来谈谈电磁坡 我们过去也听过电磁坡 就觉得常常在讲 电磁坡 手机也有 什么都有 到处都有 可是你说电磁坡 是三件事 所以是不是先跟我们上上课 三大三小 其实是六件事 是六大主角 那电磁坡就拆成三个字 电场 磁场 波场 然后再来还有脏电 静电 静磁 这总共六个事情 在我的书里 有很清楚的说明 而且还有画图 对 那就是为了让大家好好的念得进去 我觉得很科普 很好 谢谢 那电场就是我们大家最第一名忽略的 就是我们家里的延长线 或者任何的电线 还有包括装潢里面的那个电路 大家以为木头装潢可以挡住 对呀 挡住电流是没错 它是绝缘体 那是对电流而言 但是对电压 110 220伏特的电压 它不是绝缘体 它反而是扩散体 我这样听好紧张 可是 对是 我又不能够当山顶洞人 我总不能点蜡烛吧 所以我为大家已经想好对策了 一定有对策 天生我才必有想到出路 对对对 医生一定要替大家想到出路 这个延长线我们可以用特殊的啊 特殊材质的 屏蔽导线做的 要屏蔽导线 对 现在比较贵 因为那个是千万级音响在用的 一条可能三四千 但是我们把它普及化之后 大家认同了 那一定有厂商愿意进来投资 可能一条做到一千 就原来的价格的两倍到三倍 那就可以买得到 再下一步就是电器制作的厂商 他愿意把它的电源线 譬如说大同电锅啦 Dyson的吹风机啦 Dyson的能暖风扇啦 他都愿意做一个 屏蔽导线等级的电源线 那就搞定了嘛 那我觉得电器厂商真的要那个 好好留意这一块 理财通 理财通 投资通 OK 好 那这两个部分处理完之后 对不对 这就是装潢里面的电路线 那就是设计师的工作了 设计师目前也越来越 普遍认同我这个道理 他只要做一个金属的套管 再把原来的 他的白匾线装进去 就OK啦 哎呦 你都把你的秘密讲出来了 我希望大家尽量用 尽量用尽量学之后 但是他们可能就是做到 可能八九十分吧 还需要我去指导一下 对对对 零人一脚 那如果说完全完美的话 可以形成一个所谓的秘密认证 就像那个中古车的 杜夫莱茵认证一样 对 这个中古车有认证过 是不是大家比较有保障 比较放心 那未来你的中古要卖房子 如果有经过我们的秘密认证 小店大地认证的话 你的电厂 所以你现在推认证 对 希望包括各个饭店 客房 有没有 民宿 餐厅 商业空间等等 还有自己房子要卖 都可以来申请这种认证 很好 这是很棒的一个趋势 那我想要请问一下 那个杜医师 就是我们有手机的基地台 又或者是那种电力公司 那种电箱 其实我们在路边都可以看到 然后你往上看 你就可以看到有基地台 我想要问一下 他对人体的健康 是不是有危害 因为我们都听到 电信公司说的 没有 对 我想要听听你怎么说 是电信公司所有的研究 请教授博士 科学家做的研究 都是针对 白天活动的状态 白天活动 对 比较没有去针对 他睡眠的空间 睡眠的状态 有差 睡眠的时候是 人最不想要干扰的 一般人就会注重 要灯光要关掉 窗帘要拉上 再来噪音要隔音 隔音窗啊什么的 有些人对声音敏感 就随便一个声音 楼上楼下脚步声 他就被吵醒 对 OK 那声音光线 这个也是物理的环境因素 那其实电子波更重要 基地台如果针对你的窗外 或者你可能看窗外出去 是看不到的 但是收讯 在窗边有两三格 其实那个就有机会 它是超标的 我们引用的是欧洲环境医学会 还有德国建筑 生物学协会所定的标准 它的标准是一千以上 就是几度严重 一千个单位 那我们测起来可能台湾都常常达到五六百以上 但是也有更高的一两万的都有 OK 那五六百也是轻微异常 那你睡觉期间 每个人的敏感度不一样 其实我认为每个人都会受到影响 那不敏感的人只是说没发觉 也不会去想到这个原因 所以他就吃一些保健食品啊 干嘛运动来平衡 去泡温泉等等 但是不够 持续每个晚上八小时都在照射你 所以就是类似温水煮精华 所以不是说敏感的人才有事哦 没有敏感的人其实更有事 这以前医生常讲说 你要有病适感嘛 对不对 你自己都不觉得你自己有毛病了 对不对 医生也没有办法告诉你了 对 所以你自己要觉得 你有什么察觉 因为我有看你说 就是你不容易入睡 对 那当然还有您父母亲 就是身体的一个状况 我们待会如果您愿意的话 我们来分享一下 好吧我们先休息一下 好我们持续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我们杜俊前杜医师 他写的小电大地 我们贴在粉丝团当中 让大家同步看到了 那我们刚刚也有 其实杜医师有讲 他自己自己 其实不好睡 对 那其实不好睡 我觉得是现代人的一个通病了 那你不好睡 你怎么样 像小孩不好睡 有医生告诉我们 把电放光 让他去跑 然后让他去累了就睡了 那也有人讲说 大人你就是不够累啊 要不然你跑两圈 可是跑两圈你更睡不着 对 那你后来是怎么发现到说 你可以透过放电的方式 让自己能够快速的入眠 最简单就是 我其实大学毕业 第一件事就是买车 然后去泡温泉 其实那时候生命就自己在找出路 每次泡温泉就觉得比较好睡 比较消除疲劳 所以其他的没有温泉的地方 我就几乎很少去 不然也要去西头啊 一些森林浴 比较天然的地方 而不是去一些比较 电子波充满的地方 都是 所以假日休闲 大家跑到大自然里 这个是人类正常的一个 求生意志 要维持他的生命健康 对 所以其实常常当宅男 关在家里 容易不健康 对 除非你学到我书里讲的 把自己的家里都变成小店大地 这样的电子波 绿洲的一个室内环境 那还勉强可以 但是毕竟久坐久站都不好 还是要去公园啊 户外啊 爬山啊等等 我发现有很多就是长辈啊 他们也会在公园当中啊 就是撞树 对 我刚才跟你讲说 我看你书之后 我觉得我原谅他们 太好 有同理心 对 他们去 然后就把鞋子袜子脱了 然后就开始在撞树了 那说实在对于我们想要去这个跑步啦 或者是去走走逛逛的人 我觉得有爱观瞻而且 所以现在我们要支持他们去撞树 然后去把鞋子脱掉 反而要向他们学习说 树分一点空间让我摸 摸摸 手摸就好了不一定要撞 撞那个是有另外它经过那些原理 其实撞墙就好了 其实我比较不建议撞树 那个撞墙弓 反而比较安全 我觉得也要保护树 对 树会感觉到这个撞击力可能不太喜欢 当然它如果是很强撞很粗的树 maybe觉得刚好帮忙按摩 互相按摩 人也觉得被按摩 树也觉得被按摩 或许 但是这个要植物学家再去深入研究 但是至少赤脚 踏踏他们 轻微的不要太粗暴 那是OK的 所以你会建议大家可以这样做 到了户外之后 鞋子脱下来 它的一般草地 泥地 或者是公园的砖 行道砖 但是太干不好 太干导电性不足 所以你可以带一个一小瓶水 就稍微一公尺两公尺的范围 你就把它浇湿 那你就赤脚在一两公尺来回走就好 你也不要太大范围一直走 因为怕路上有一些小石头尖锐的东西 会挂伤脚底 所以就小范围 你在那边站着做瓶水工也可以 做做早操 好 就是我们如果家里 大家可以去看这本书里面 你看看你勾一勾 你看你种了几样 然后想办法让自己能够放一点电 维持这个健康 那另外我们刚刚提到电池 还有泼 就泼的一个影响了 还有一个就是大家比较不清楚 是静电 像我自己也受静电之苦 我到哪去 就是他们就跟我说 你很爱放电 我说没 我很痛苦的 就啪啪啪啪啪 你碰到那个手把 特别知道日本 我觉得碰到任何 那我随时都要带一个 那个乳液一直擦一直擦 我觉得碰到静电好可怕 那是静电是我们自己生成的吗 就是我的书里面有七招 其中一招就是教人家 减少静电的来源 然后增加它的排出 那增加排出 不坏物就是洗洗手 洗洗脸 多喝水多尿尿 再就是接出一个接地的表面 所以像去日本旅游 他会建议你 先摸一下柜台的大理石 然后再去按那个电梯 你就不会被触电 对 或者电梯旁边刚好有那个墙 是大理石的 摸一下 因为大理石的电阻比较大 你就不会有直接触到金属那种 瞬间放电 大电流的感觉 所以你手掌摸一下这个大理石 大理石 对 木头可以吗 木头就是效率比较慢 大理石最好 对 不然你就随身带一个石子巾 然后石子巾把手擦丝 然后再摸那个木头 也是可以先导掉那个高的静电的压力 我们身上累积静电压太高 然后一瞬间金属就会放电 所以才会电到的感觉 那个都超过2000伏特 石流2000 那这样听起来的话 对身体其实是有影响的 当然啦 会惊吓 然后那个神经系统 血管系统就会紧急收缩 或者血压瞬间提高 静电对健康的影响已经非常有很多研究在证实 那其中之一个跟感染有关的 就是你静电脱是不是就像吸尘器一样 你就静电脱把是不是这个原理 对 把它吸起来 对 所以你本身身体啊 皮肤表面都是像静电脱把 那是不是空气中所有的病菌 全服物就在你附近 就可能一两公分就吸进来 沉着 着陆 那是不是细菌几率你就容易痒 容易有病菌 别人随便把它打个喷嚏 你静电又多 那是不是 它不会飘到别的地方 那飘到你前面就转弯 就被你吸进来 这是有科学论证的 因为你说上也有写那个脏电 对不对 脏电应该是我们所忽略的 脏电就是它自己这样跑出来的电 对 脏电就是我们的直流 交流电本身 它电路中所附带的 因为我们发电厂 发电机嘛 水力发电 活力发电 这个发电机那个频率 虽然是60赫兹在跑 但是它出来还有一些杂讯 中间很多变电变压的过程 它就会出来一些杂讯 所以叫脏电 所以不是那么完美 就像我们水 一杯水里面觉得有一些小的杂质 那这个电是同样的道理 不是这样的正旋 不过60赫兹而已 它有120的 180的 但是都小小的 政府小小的毛边 那这个已经有仪器 可以去把它吸收 插在插座上 然后吸收到一部分 把它降到某个程度 其实所有的工厂 都有这种东西 是哦 工厂不希望它的 灰尘或者是 制程出了问题 容易跳机啊干嘛 所以它一定要去 吸收这些毛边的脏电 让它的电力供应 是很单纯的 pure的60赫兹 所以它们都有更大的电容器 那我们家庭用的就是小小一个 可能一千多块啊 插着 就可以让数值 脏电的数值 dirty electricity 从1800降到一两百 那当然降到50 25以下是最好的 所以脏电子 是我六大电子播主角 其中之一 它跟静电是不一样 而且它是我们最 最没有想到的 对不对 因为静电我们都还可以想到 或自己有这样的状况 这个脏电其实是我们 脏电就是学电子的人都知道 因为他们有试播器 他们试播器一看就知道 旁边好多毛边的脏电 对 那现在我们 通讯兵也知道 阿兵哥 国军那种通讯兵也知道 他一定要把这个脏电给吸收掉 不然杂讯干扰太多 听音响玩音响的人也知道 其实这应用面很广 包括所有的 我们出去国家代表队 运动选手 他住的选手村 饭店 是不是有顾虑到电子波的减量 那会影响到隔天的表现 这好像我看你的书上 也有很多的国际的学刊 然后我的文献都在探讨 这探讨的时间好像蛮久了 对 所以很可惜 台湾还没注重 我希望这个抛砖引玉 让大家几次广意来探讨它的应用面 其实是很广的 也有益于自己的健康 对 因为你是自己的经验值 然后你在 很多病人 一千多个病人的案例 有一些这个数据 然后有一些这个状况 而且我们真的不知道说 精神科的病房当中 是没有用的 可是现在不是很多的 医院都有这个智慧医疗 然后都有很多的 不管是 无线的 AI的 或者是 这个 笔电的 这种是最基本的 对不对 然后 护理人员也会监控一下 你有没有吃药 你现在的血压 你现在的心跳 那这些不就让我们都暴露在 在这个电磁波当中了吗 是 所以这个还是要适当的去重视它 就是说你这个无线电波 能够用最小的功率 可以达到通讯就好了 你不要放得太大 放得太大 就是对这支天线附近 可能六公尺以内的人 都影响比较大 因为直接被止射到 所以我们可以散泛吧 让它那种最小功率 也可以达到这种无线通讯 那就是对健康的影响会是比较好 好 我们要先有这样的概念 待会教大家怎么样接地气 提醒大家不要不信邪了 我们先休息一下 好 这里上来Radio中流行网 欢迎再回到 理财生活通第二个小时的节目现场 我们现场的特别来宾呢 是我们新北市立土城医院 精神科的主治医师 他也是日间病房的主任 杜俊贤 杜医师 他写了这本书 小店大地 跟大家来谈一谈 他怎么样来守护自己 跟病人的一个健康 那有很多电磁波 我们不知道的一个讯息 跟大家做一个提醒跟分享 那接下来我们要 这个小店大地嘛 那我们把这个店 要把它 说到最小最小 但是我们的地 要给它放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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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有哪一些是接地气的方式 这边是不是 请杜医师跟大家讲一下 好的 除了主持人刚刚提到 那个公园里面 壮树 塔尔树的 这个直接接地的方式 直接接地 包括我们去泡温泉 去赤脚 走山路 也算直接接地 游泳池也算 那个直接接地的方法之外 我们比较希望的是 发展一些间接接地的方法 因为毕竟现在人 比较没有时间出去户外 这样 除非你退休了 OK 那间接接地的方式 就是我们会鼓励你 用一些接地的产品 那很简单 它就是找到接地点 那有一条接地的线 导电的线 然后再一个接地的面料 所以叫点线面 连接起来 你就可以完成这个接地 像主持人刚刚 我就让他用了插座的接地孔 然后一个线材 他摸着一个导电的一个橡胶片 这样就可以达到一个接地的效果 那甚至在床上 你八小时睡觉的时候 也可以用这样的床垫 对 非常的方便 就是躺上去之后就可以 对 就自然的放电 对 然后这样就可以让你很轻松的入眠 没错 可是我书上有看到 就是说大家有直接还有间接的 就是说有哪一些是间接的方式呢 如果你去跑步 然后冲个热水澡 这也算吗 因为现代人很辛苦啊 哪有办法像你说 去这个西头 或者是去这个泡温泉 一年可能去个一两次而已 一两次都多了 真的啊 太敬业了 工作狂 没问题 跑步完 你穿的鞋子不是接地鞋的话 那等于不算接地 你只有是流汗 流汗跟空气去做静电的交换了 那回来冲澡那就算了 那其实冲澡的时候水接触你的身体 那个勉强可以算直接接地 勉强可以算 因为毕竟你的瓷砖地 瓷砖里面有钢筋 所以那你的皮肤直接接触 又水来淋你的身体 所以这个勉强可以算直接 勉强 对 那间接就是说 你要用刚刚那个点线面量的器材来做 要靠一个器材 对 那如果最pure的原始的直接就是你在温泉里面 在溪流里面 在海滩 在海里面 那个叫直接接地 这个大人小孩都适用吗 还是说年纪比较大了 累积比较多的电磁破了 需要把这些电都放掉 会不会小孩啊 年轻人啊 会比较好一点呢 每个人 每个年纪阶段都需要 因为你不要等他累积了好几年 你再去放 对我就怕说他是累积的啊 也许人家年轻人就不会啊 有这个问题 因为其实我们每天都有在接地 就是洗澡嘛 那可能只有二三十分钟 那不太够 对 年轻人可能带去旺 所以他会喝的茶水比较多 那多喝多尿 也是在排静电 对 但是年轻人坏处就是 他接触蛮多的手机 那常常充电又放在床边 甚至在枕头边 就是说我 所以就每天晚上又充了这些静电 对不起 充了这个交流电 所以他身体电压会比较高 所以整个睡眠期间 会影响到他的副交感 让他是浅眠的状态 所以很多人现在不孕症的 黑眼圈 哇 好严重 哦 夫妻结婚两三年 都还没办法结婚 有受孕 问起来就是 戴个蓝牙手表啦 手机放左右两边充电啦 Wi-Fi机也不关啦 等等 这个在在都一直在影响 对 这好严重 那杜医师 你也不是山顶洞人嘛 你也会用一些3C的用品嘛 可是你说了 你一定用是用有线的 你不用Wi-Fi 对不对 对 我在医院当然就要用医院的Wi-Fi 但是我就尽量减少那个时间 那在家的话 我回家坐在我的沙发上 客厅的沙发 我就一定要拉一个 有线的连结过来 就是从Wi-Fi机后面 一个以太网路线 对 可能3公尺 5公尺 6公尺 拉到我的沙发旁边 那透过一个转接器 这书上128页有胶 转接器之后 就可以接到 用Type-C或者Lightning 接到你的手机的那个 原来那个充电孔 那同时这样就可以上网了 你就可以好好的 把你的Wi-Fi关掉 把你的行动通讯关掉 这等于飞航状态 对 你还可以顺畅上网 而且上网的速度 比无线还顺畅 是啊 而且完全不用担心 这个Wi-Fi 这个波在你身边 可能有3千5千单位 这么高 一旦有线接了 你就是降到背景值 maybe只剩下230 230跟3千5千 你要哪一种 这230当然好啊 对 因为这个波就是微波 跟我们微波炉是同一个频率的 对 那你晚上你手机怎么充电啊 手机我可以用行动电源充啊 或者我就放在我的山洞里充 山洞的外面充 对不起 我是睡在山洞里 现在书上有提到 它是一个特制的床障 像蚊帐一样 它可以把所有的波都挡到外面 而且这个蚊帐又可以同时接地 等于我睡在床垫是接地 这个蚊帐又接地 所以等于六面体接地 所以好像山洞里面一样 因为山洞的岩石就是地气的代表 就类似于我现在营造的这种帐篷 所以我的 纵使我要用插电充电 也可以放在这个床障的外面 我也不用怕 甚至我不用开飞行 因为它的波都进不来 被我挡住了 有电话来我只要手一伸出去 我就可以接电话 有没有 这好像一个防护罩 金钟罩 金钟罩 对我想讲金钟罩的感觉 对 其实台湾这种电子波敏感的很多 昨天我门诊就来一个很特殊的案例 它是出门是全身包紧紧 包括眼前这边都用细的铁丝网 罩了两三成 它已经这样的敏感生活 已经过了十年左右 它四个小孩 也是有类似的症状 对 但是这样的例子 这个不算每一句 从我输出本之后 就很多人来挂我的门诊 说它从淡水来 从哪里来 苗栗来 它说早就确定自己有这个症状 但是别人讲了都不信 医生也不信 医生也说这个还没有确认 等等等 所以它就求助无门 对 事实上欧洲很多都承认有这个疾病 法院都认可 甚至还给它失业补助 失业救济 救助 对 西班牙法国很多法院都有这样的判例 对 所以点瑞士都有 所以我就希望说 你能够把这一篇 这本书 然后变成一个科学的期刊 对 变论文了 努力中 对对对 然后可以造福更多的人 因为我觉得找病要找到 就是根据的一个方法 那你说现代人其实脱离不了这个3C 那找到一个方式 一开始你一定要走出户外 然后去运动 然后接下来你去接触一下 怎么样那个放电 对 如果无法走出户外 就是像组织人用的 就是一个接地的椅垫啊 床垫啊 桌垫 这个产品拿来用 非常好用 对 就省掉很多时间 对 因为有人就说行动方便 当然鼓励你去外面走一走 那你有没有想过有一些人 对 落床了 对 走路不方便的 对 那至少在家里刺脚 哦 在家里刺脚 可是这样子不是会 要磁砖地 水泥地 可是这样子不是会得 竹底筋膜岩 不至于啦 你不会走那么久啦 哦 不会走那么久 你还是会坐下来嘛 家里空间也没有很大 对 对 这有差哦 所以在那个 不管是楼层多高 你刺脚都有效 只要不是窗外磨地板 或者木质地板 那效果都很快 磁砖石材 很快的放电 就等于在接地气 只是说因为你在室内 所以你的身边 还有那么多的电线 那么多微波的东西 WiFi手机 那还是在一个压力的环境 你只是接地这一块 有做到而已 哦 那我们回家把这些 插头都拔掉行吗 也不行啊 拔来拔去很不方便 对 我建议做一个插座开关 那个B&Q什么都买得到 其实香港的那种插座 都是标准化 都做一个小开关了 你不想要用 你不想要拔来拔去的时候 就从插座那边关掉 它电源就没有出来了 所以就很大幅度的 降低了这个电厂的污染 拔插头 没有那么多人有耐心的啦 是古早时代 阿公阿嬷会叫我们 要常常拔插头 那是为了安全 避免火灾 哦 但是其实电子不敏感的人 他一定要拔掉这个插头 或者我们有一个switch 插座开关把它关掉 嗯 对 而且我跟讲 你拔来拔去 搞不好你也会再造成 那个电线啊 这个损伤啊 或是有些其他的危险 然后有机乌导电 这些问题 好 今天 对啊 今天非常谢谢我们 杜君贤 杜医师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我们把这本书 跟大家来做一个分享 希望大家都会 开始从今天 你处置一下 你自己的健康 这真的是很重要的 谢谢杜医师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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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